听说羊梅减产 当时护士货不够粉 羊梅60元一颗出口 羊梅 跟我去迪拜超市交流 看一下迪拜的售价是多少钱 最近国内60元一颗羊梅出口 迪拜的新闻上热搜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到 迪拜的超市看一看 这个天价羊梅到底买多少钱 走吧 大家看一下这个先驱羊梅 就是国内浙江先驱产的 号称60块钱一颗的羊梅 然后我们看一下迪拜的售价是多少钱 55一盒 然后55一盒的话 那这里面是有15颗羊梅 那么每颗羊梅差不多是3.6迪拉姆 然后折合成人民币的话 就是67块钱一颗 所以大概整整差了十倍的价格 从浙江在凌晨3点采摘了之后 马上就进行运能 然后通过由政府开通的 专门的绿色通道进海关 然后空运到迪拜 迪拜清关之后 总仓进行分到各个门店 全程能力运输 从采摘到迪拜的整个上架的话 总共下来278个小时 跟国务员出来一样的程度 主要的成本第一肯定是采购的 跟颜媒供货商的直接的一个净价 在国内的话 其实总共人民币也就是 可能34块钱一颗了 再加上它整个运输过程的运输 空运的成本 再加清关成本 那还有其他的一些损耗 目前温州超市所设卖的羊媒 我们目前的损耗是没有加进去了 就是为了让迪拜的华人 能够第一时间吃到 国内特别实力 口感特别好的先驱羊媒 所以说迪拜的羊媒并不是天价的 那么大家可以放心吃 今天我也准备买两盒 让我的阿拉伯朋友来品尝一下 看看我的外国同事 第一次吃羊媒的反应 羊媒 这样吃还是有比喻 就直接吃就可以了 真的好吃 好吃吗 超级好吃 nice sweet and sour yeah nice thank you mmmm mm it's really good yummy it's so sweet it's really good I like it